之前一直在講 富士康在鄭州的生產沒有問題 我給你很大的工資 我今天買來安定你的明星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要看現在 連蘋果都說 我現在在鄭州的生產量 可能會減低 生產量減低之後會有什麼狀況 我現在要求把這些廠往外撤 我等於說是從中國 撤到印度的速度 我要加快 就代表那是一個徵兆嗎 本來 中國的廠區 是蘋果最大的生產基地 也是我非常重大的市場 可是現在撐不下去了嗎 沒錯 像鄭州 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來說 讓蘋果都撐不住 蘋果最新發表了一個 他的這個正式的聲明 他真的對外界承認說 因為iPhone14 Pro跟Pro Max 因為鄭州廠的關係 生產會比較延遲 所以你要買這兩產產品的時候 可能時間會往後延 他現在也說了 他們已經開始跟富士康方面 在做一個協調 盡量希望能夠儘快恢復到 原本的供貨的這個狀況 這是他們來說 我們會保障所有的安全跟健康 這樣的前提之下 做這樣的生產 所以連蘋果都承認 他們現在為止來說 14 Pro跟Pro Max 應該是受到鄭州延遲的這個關係 交貨時間會延長 而且這時候你想說 庫克為了這件事情 嚇死了 對 庫克是一直不斷的跟他聯繫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現在在美國 在其中選舉的時候 萬一你富士康出了什麼問題的時候 庫克一定會被兩黨的候選人 罵到臭頭 而且緊接下來的話他絕對會 吃不完兜著走 所以對庫克來講的話 他現在有一個壓力是 他不得不離開這個中國大陸 但是對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不希望鄭州離開 為什麼我們可以講鄭州廠 這是鄭州所在的這個位置 鄭州廠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鄭州廠目前為止 大概有30名工人 有90條 30萬名工人 對 30萬名工人 還有90條這個生產線 他整個佔整個荷蘭省的外貿出口 比中約莫佔的60%左右 那也因為這樣的專劇 所以我們之前不是講到嗎 鄭州市政府還有中國中央 是下令鄭州廠 你要給我閉環生產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會全力支援你 但是沒想到 他們沒有想到在富士康裡面 感染的數那麼多之後 他們跑到這個隔離區外面 出現一個暴動 而且就落跑的狀況 就是他們現在怪罪富士康 就說是你富士康的責任 所以富士康現在是啞巴吃黃臉 他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所以地方政府推給富士康 對 那你知道 對富士康有沒有造成影響 根據鴻海最新公布的10月營收 他比上個月 約莫衰退了5.4% 那這是很特別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呢 如果按照鴻海的營收是 9月 10月 11月一直到 一直往上走 就他出現一個衰退的局面 所以顯見了 10月鴻海 尤其是富士康 在振作廠發生事件的時候 的確對鴻海也造成了 巨大的影響 之前中國成平有一個人這樣 別讓郭台銘跑了 別讓富士康跑了 可是現在因為鄭州的狀況 對 非跑不可嗎 對 為什麼非跑不可 我們就講 因為現在不只是只有富士康 現在整個鄭州也在進行一個 靜默式的這個管理 那為什麼會對富士康造成影響 我們講富士康目前 大概月末有10萬工人 可能已經跑掉之外 因為周邊現在在進行一個封控 封控的時候 周邊的供應鏈 它工人沒辦法到位 而且物流也沒辦法來 所以現在不是 富士康雖然在裡面 可以閉環生產 但是它旁邊的供應鏈 現在是一個停擺的這個狀態 所以現在對富士康來講話 蘋果要求說你給我離開 那富士康這樣 好啦 那我也就離開好了 所以現在根據這個 蘋果最新的這個指示 它就說印度製造 你明年要比現在為止 要多增加1.5倍 那中長期來說的話 你40%到45的iPhone 你要給我搬到印度去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 你看最近印度 以前的iPhone生產 大部分來自中國 我如果40%到45的iPhone 是來自印度 就代表我要從中國離開一半 對你知道印度2017年 才開始生產這個蘋果的手機 一直到今年 它才能夠生產最新的 iPhone14的手機 而且它生產的是最低的 14跟14Plus那兩支手機 就它現在要求 你趕快給我搬走 這個速度是要求 非常非常快的一個速度 所以按照這樣 其實你知道今年 你知道最近一段時間 寶玉我跟你講 印度很多省長 都來台灣訪問 他來台灣訪問 印度省長來台灣訪問 他訪問什麼 他們現在要來爭取 台灣的鴻海 河塑 還有偽創到你那邊去設廠 所以他們現在一直來 一直來都拜訪 我們國內很多廠商 對 我們國內很多廠商 一直在那邊拜訪... 來拜訪去的一個狀況 特別是河塑 河塑最近一段時間 真的很多這個印度的省長 都來...你趕快來這邊生產 所以現在整個台灣的供應鏈 可能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會大舉的搬往印度 去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在印度 我們在講 它本來只有幾個省去做 而且各省都想做 如果蘋果要40到45分 那是個多大的一個比重 好 那我跟你講 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如果我們去看最近的 全球股市來講的話 你看這個上陣是一直非常的疲惑 台灣也是一樣 那你要包括說 連韓國都是一樣 可是你知道有一個股市 已經快要創了歷史的新高 那就是印度 印度最近已經快要創下 歷史的新高 為什麼這麼強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資金 全世界的工廠 全部都往那邊移動 你說從中國離開 對 是真的去印度了 全部都拿印度去 所以你看印度的股市 或是印度的整個惠市 甚至印度整個經濟 哇 成長的動力 是相當相當的強勁 所以你知道 現在就等於是 中國跌倒 印度吃飽 可是中國現在 也有一點開放的徵兆 他現在不曉得 他現在在北京 北京的馬松開始跑了 是 停了兩年 而且很多人不戴口罩 是 那不就代表我要開放了嗎 而且沒有錯 原本上個禮拜 大家是這樣期望了 人家上個禮拜 尾聲禮拜五的時候 港股一天大漲 快要6% 為什麼 大家想到北京這個馬拉松 都要照辦 辦鱷魚班 辦馬拉松 那就一定要解封 因為為什麼 有2萬人在戶外開放 政體什麼時候在中國 看過這樣的局面 結果不像真的跑了 外資很開心 終於跑了這個馬拉松 果然那2萬人跑完之後 跑完之後 結果沒想到他們回到家之後 就接到魏建委 向外人打電話來了 什麼意思 劉寶傑 你今天是不是有去參加 這個北京馬拉松 對 你參加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現在有抓去隔離 就是 你讓我去跑馬拉松 你說我可以不要戴口 再跑馬拉松 結果跑完就幫我隔離 隔離 好 而且他又說什麼 你只要在這一次 你在馬拉松的過程裡面 你有替這些選手加油的 不好意思 你現在也要去隔離 加油也不行 所以你知道現在 很多人都接到這個指示 所以告訴你說 原來這個馬拉松 只是跑給大家看的 搞到最後來說 我還是要瘋瘋 好 果然 剛剛講 現在對中國來講 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一個時刻 剛剛講 本來你的半導體 我已經被美國封殺了 現在iPhone 又因為鄭州場變成一個關鍵因素嗎 這個鄭州場會逼著 庫克多喜歡中國 他是因為中國他才可以做到 因為中國的產業列 他才可以把蘋果賣得這麼便宜 可是現在 他也必須要離開中國了嗎 對 現在大家都說 是富士康員工大逃亡 事實上其實是蘋果大逃亡的前兆 蘋果大逃亡 現在台灣是周周友團出國去參訪 準備跑到世界各地去參訪 我們可以看在10月初的時候 有台灣美國團跑去美國去 準備要直銷美國 接下來11月的話 做蘋果晶片了 台積電準備到去美國 而且是進去了 劉德英還率團300多個 接下來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印度 印度是電電空會是說火速組團 然後在11月3號台灣國門一開 他就組團 有15家業者跑去印度 他要做什麼 要去做電子製造 智慧交通跟電動車等產業 等於整個台灣的電工會 都準備到印度投資 而且這一次還不是偽創 也不是鴻海 是鷹業達的董事長 李世青率團 等於我們台灣的電子五個 全部都是要 那這一團是11月3號去的 接下來下禮拜還有一團是 11月4號到18號 台灣的PCB電路板協會 整個要組團 而且一輛遊覽車坐不下 是有幾十個業者 準備要到泰國去參訪 他們不只去參訪 還準備設廠 所以像我們看到這個文貌 他是做 聯貌 他是做所謂的銅箔基板的 他也表示說 他準備去那邊 去籌製設廠 你知道嗎 所謂的銅箔基板 銅箔基板電路板 他不是只是做銅箔基板而已 他是整個產業準備 從上海的昆山 移到泰國去 為的是什麼 從昆山去泰國 因為他們在印度的基礎工業不足 因為要做電路板 他必須要兩塊 我要做銅箔 接下來我有很多化工品 我要從上做到下 而且台灣這次去的是 從銅箔做到整個軟板 做到最下游的PCB電路板 這邊還要做化工相關的產品 所以整團四五十個人 全部跑到印度去 印度去 為什麼 就是為了支持所謂的印度 未來超過1.5倍的 iPhone要在這邊做 等於整團 周周都有團 蘋果大逃亡 準備跑到印度去 所以說我們本來電子五哥 我們在上海昆山是我們一個大本營 然後剛剛講廣州東莞是我們傳統的大本營 現在上海昆山這個大本營 要去華府 要去亞利桑那 要去泰國 要去印度了 對 因為整個都配套了 所以很多人就說 這些電路板業者 叫左手吃庫克 右手吃馬斯克 全部都要辦到所謂印度去 準備要去建立 而且去的時候還不是只是一個廠去 它是整個記憶 一輛油軟車 全部人上中下游都要去 連設備業者也要跟著去服務 你說是整個產業鏈要移開 整個產業鏈都要移開 所以我們在看這張圖的時候 就可以看得出來 以前大家都會說 昆山怎麼最多 韓國人會把手機丟到水裡 說我們手機最多 台灣人把筆電丟到水裡 說我們筆電最多 昆山人說什麼 我們把台灣人丟到水裡 因為整個昆山都是台灣人 所以台灣最多在昆山做的是什麼 從印刷電路板 做到筆電 做到手機 結果這些人 準備組團 周周組團要到中國 到泰國到印度去 所以說現在你們寫的 一個台商大千禧 這在悄悄啟動了 對 我們政策往東南亞跟美墨邊際 而且這一次去的話 等於我們從半導體相關的 包括工業被稱為電子工業之母的 印刷電路板 包括半導體 包括手機的製造 等於全部都要往東南亞去移動 接下來要往美墨邊際去移動 中國未來連iPhone手機 iPhone手機都在做大逃亡 還未剩下什麼 幾乎什麼都沒有了 整個蘋果 在蘋果的指示之下 幾乎在這一場大風控之後 不只是員工大逃亡 是連蘋果供應鏈都在做大逃亡 可是庫哥已經不是要搞自己的紅色供應鏈嗎 他不是搞得等於說我要全居服飾力訓嗎 他做不下去了嗎 因為整套供應鏈如果全部都移動的話 根本就沒有辦法來中國 開始繼續做下去 這次移動的是整個電子工業的基礎原料 從電路板一路往下移動的話 中國還剩下什麼 他幾乎沒有辦法做下去了 所以他整一整套人開始去做 所謂的中國加一 台灣加一 他要做的不是供應鏈 而是中國供應鏈以外的東西 就是在海外全部把它建立 取代中國產能的地方 好 體會 你知道我們台語有一句話就是 第幾乎四 半章八 我現在覺得中國就是這樣子 他想不想開放 感覺我想開放 可是我只要小腳一打開 國腳步一打開 往前一放一步 他又退兩步 剛剛講的北京馬拉松 北京馬拉松都因為這樣子港股大漲 結果一回到家 還要隔離七天 對 中國來講的話 封控之前我們講過 他根本清零政策 不是在做防疫政策 他根本就在維穩不是嗎 那習近平不是在二十大 已經取得第三任的連任了嗎 所以其實說真的 這個清零政策已經沒有必要了 也就是說其實他在試探 在試探整個國際社會 對他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假設北京這個東西 北京馬拉松 10月4號開始報名了 所以10月4號那時候 蔡奇當北京市委書記 他一定是會請示上級 當然 對 因為這個東西 不僅僅是衛健委同意而已 這一定是在習近平的桌子上 由習近平親自拍板定案 習近平連這種都要管 對 他一定這小事都要管 否則來講的話 底下哪一個官員敢承擔這個責任 衛健委員說開放 整個北京如果這個疫情再起的話 那對習近平來講 而且這些官員會丟官的 所以很多人不敢負責 我現在試探你 我現在引誘你 我現在放個耳給你 讓全世界感覺說 中國好像要開放了 然後大家都會期待 期待的時候習近平到了 11月中到印尼的時候 全世界在跟中國要什麼 觀光客不是嗎 所以大家都會去跟習近平談 那這樣美國還可以跟對中國 習近平就不會被孤立了 好 所以董事長 他現在到底權力技術穩固了沒有 沒有嗎 表面上有對不對 實際上是不是還在搞鬥爭 是啊 他還在搞鬥爭 他不是搞鬥爭 他去延安幹什麼 你都大權一把抓了 大權一把抓沒有錯 他把人事都安排好沒有錯了 人事安排好以後 人心浮動這部分掌握好了沒有 紅二代壓平 擺平的沒有 清美力量壓住的沒有 沒有嘛 然後胡錦濤有沒有在懲罰嘛 都沒有啊 所以內部是不是還在鬥爭呢 還在鬥啊 還在鬥嘛 沒有停嘛 對不對 只要鬥一陣 白表他一統天下了 那個是 形式上是 人事安排 全部OK 對啊 但是穩定了嗎 常委都他的人了 穩定了嗎 現在穩定了嗎 穩定的話 美國會丟你這個 把你核彈機器 飛彈機器 火箭軍 飛彈火箭軍的資料丟出來嗎 對 美國會把B12放到澳洲嗎 對 這麼多趁虛而入的事情 會搞出來 如果穩定的話 這個德國總理會這時候跑過來 跟他去朝貢 然後朝貢是為了 為了這個俄烏戰爭的鬥爭嗎 不是嗎 等等性都還在鬥爭嘛 不管是國際上 不管是內政上 都還在鬥爭 沒有停嘛 可是蕭之去了中國 不是等於有求中國 我要訂單啊 什麼是有求 那是表面上你看到的訂單嘛 實際上是談什麼 談什麼 談俄烏戰爭嘛 因為冬季作戰要開始了嘛 因為冬季作戰開始的情況之下 他知道習近平是可以影響普丁的人嘛 對 蕭之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奪回歐盟的領導權嘛 那現在俄烏戰爭主導者是誰 美國 對啊 所以我德國現在跟你去拼老大嘛 去哪裡找老大 去中國找老大 他跟中國合作變成一起當老大嘛 結果中國出來處理俄烏戰爭的話 他的老大地位 歐盟他可以確定他德國地位 二來的話順便賺錢嘛 對不對 安全重要 還是這個經濟重要 安全 當然是安全重要 蕭之沒有那麼笨的 乾冒大部也衝到北京去跟你磕頭 怎麼會是這樣子 當然是為了跟美國爭取 俄烏戰爭主導權 你看今天蘇利文是不是講話了 蘇利文透過華爾街日報 丟一個消息出來 他丟了什麼 他說他跟普丁的高層的 外交高層在對口 那你認為華爾街日報是自己 自己調上 當然蘇利文放話了 調查報道嗎 所以 你蕭之跑到中國 你想去談這件事情 我就告訴你 我在跟俄羅斯談了 你們白老大 我在跟普丁直接談 你不要再玩了 不准你搞 那警告蕭之 那警告蕭之嘛 這個就是在美國用北約 領導北約 主導這個全世界嘛 對不對 那歐洲 德國現在首當其衷 經濟整個崩盤 然後人員崩盤 然後整個國家陷入混亂之際 蕭之要突破嘛 突破的機會在哪裡 這在北京嘛 對 那這請問你 這就是國際環境 對習近平的壓力嘛 對不對 還有包括期待值啦 對 那國內環境不要提了嘛 國內環境你看他逃亡啊 他如果說很簡單啊 他就直接就呼籲 就告訴你說停了就好了 對 但他有一個任何一個人 政府單位的領導出來講說 他要停止動態清零 沒有 完全沒有嘛 看不到底啊 那代表什麼東西 代表他需要這個 他還要動態清零 他需要清零 我要清零來做內控 他需要清零 需要封控 因為他需要鬥爭 所以等他權力沒有百分之百 把握之前 這個清零跟封控不會停止 這次電視給我 頂著 快樂 你 在這裡